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摄影分离派的大师的作品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的摄影风格以及内容上 与早期的摄影画艺派之间的区别 他们的摄影风格更加倾向于纯粹的摄影 用摄影本身的语言来进行创作 在他们的题材以及内容上面 更加的倾向于拍摄 现代都市以及都市人的生活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受到摄影分离派的影响 而产生的纯粹摄影的这样的一个派别 那么我们首先要看的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 纯粹摄影它到底存在哪里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 这位纯粹摄影的大师 他也是纯粹摄影的奠基人 叫做保罗斯特兰德 保罗斯特兰德呢 他也深受斯蒂格里茨的影响 早期的时候呢 也是加入到了摄影分离派当中 和斯蒂格里茨一起进行摄影创作 在他的摄影创作当中呢 也受到了当时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 所以他的摄影作品当中 也反映出了非常多的先锋艺术的特点 他比如说在拍摄都市的时候 会用一种非常抽象的方式去拍摄都市环境的一种构成感 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来表现在他的艺术创作 摄影艺术创作当中 同时呢 保罗斯特兰德 他也是在这个时代的一位非常重要的革新者 他把这样的一个纯粹摄影的概念推动起来 影响到了后来的很多的摄影大师 包括之后我们要提到的F64的摄影大师 那么保罗斯特兰德认为呢 摄影应该有自己本身的语言 他把这样的语言运用在他的拍摄当中 同时呢摄影它是作为一门这个工业时代的这个产物呢 也需要使用更加当代的语言去对影像作品进行表达 而不再是像之前的一些艺术家 用非常成就的绘画的语言对摄影作品进行表达 所以我们看到的斯特兰德的作品当中 所表现的这样的一些都市的场景呢 都是用非常当代的摄影语言 也就是当时非常前卫的摄影语言来进行表达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当中 他所拍摄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并不是一种非常即时的方式去拍摄的 而是以一种非常具有构成感的光影 以及结构感来对照片的构图进行创作的 所以保罗斯特兰德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也是非常强调他的照片的一种先锋的艺术特点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所拍摄的一些作品 和当时的一些超现实主义的艺术 以及抽象艺术之间的联系 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保罗斯特兰德的一张照片 在华尔街所拍摄的一张照片 和意大利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格里科的作品之间的一个联系 我们可以看出保罗斯特兰德的这张照片呢 他的整个构成感是非常具有当时的超现实主义风格的 但是他并没有去凝摸 或者是去使用绘画当中的笔触 或者绘画的机理来对照片进行表达 他同样的以一种非常冷静的 也是一种非常客观的摄影的语言 来对现实进行捕捉的 所以我们说到他是以摄影纯粹的语言 来表达他的艺术概念的 同样的他在拍摄人物的时候 也讲究非常细致入微的拍摄 他将自己的焦距 就是对准这些人物的面孔 让人物在照片当中显现得非常的清晰 以及反映出人物身上的特征 以及他们的精神面貌 他用摄影这样的方式呢 去捕捉到了人物稍顺即逝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同时呢他也以纯粹摄影的方式 去捕捉到了他们面孔上的细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位年轻人眼中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以及他头发的这些细节 都可以从保罗斯特兰德的这种 非常细致入微的影像语言当中表现出来 在这里呢保罗斯特兰德也是使用的一种 非常纯粹的摄影语言 来拍摄这些人物的面孔的 那么保罗斯特兰德认为 摄影应该始终追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有时甚至要引导人们的视觉观念 也就是说摄影作为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个产物呢 它应该率领这个时代的变迁 我们应该对一些新的事物 也就是摄影以及新的技术进行使用 使用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来对我们的这个现实社会进行拍摄和捕捉 同时呢这样的新的技术也能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所以呢摄影作为一门新的技术 它也可以引导人们产生新的视觉观念 产生和观看油画不一样的视觉感 所以斯特兰德非常的强调摄影本身的语言 也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观看摄影 去了解到摄影本身的语言 用摄影本身的语言来传递这个摄影作品当中的信息 那么纯粹摄影的重要意义在于 摄影师终于意识到了摄影自身媒介的特性 确定了这个摄影自身的价值 为现代摄影美学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代呢摄影不再如属于绘画了 没有摄影师继续以临摹绘画的方式来进行创作了 那么这个时候摄影师更加的觉醒到 可以使用摄影本身的语言来进行创作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使用摄影来关注我们当下的社会 包括我们都市的生活 现代社会的一些场景 都是作为我们纯粹摄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来进行记录 纯粹摄影呢也作为一门非常先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摄影界被推广 我们在纯粹摄影当中所认识到的锐焦 计时和瞬间的摄影概念呢 其实和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摄影语言是很像的 但是在当时来说呢是一个变革 因为当时呢很多的摄影师还是比较崇尚于画意派的摄影方式 以及风格 那么转向了纯粹摄影之后呢 摄影师更多的是使用摄影本身的语言来进行创作 所以纯粹摄影的摄影师使用这个摄影本身的语言来创作的这件事情呢 也对摄影师起到了变革的作用 那么受到纯粹摄影的影响 美国也出现了一个以这样的一个纯粹摄影的概念为一种核心来进行拍摄的小组 叫做F64小组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F64小组 到底有哪些成员 以及他们的作品是如何来进行表现的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F64小组的领军人物 安萨尔亚当斯 亚当斯也是这个F64小组的其中的发起人之一 他呢率先的在美国兴起了一种非常科学 以及非常严谨的拍摄方式 我们也说到啊 他是使美国拥有了国家公园的摄影师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 他是如何来对美国的这个风光以及景观进行拍摄的 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的呢 就是安萨尔亚当斯 在这些美国的国家公园还没有正式开放之前 去到的这样的一些美国的风景区所拍摄的这些景观的照片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他所拍摄的优胜美帝 在他拍摄了优胜美帝黄石公园这样的一些美国的大好山河之后呢 这些国家公园也被重视起来 美国也兴起了对这些景观的开发 然后成立了他们的国家公园 安萨尔亚当斯呢 也是率先涉足于这样的一些风景区 然后使用他非常严谨客观的方式啊 以及科学的方式来对这些景观进行曝光啊 进行拍摄 他所使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呃 我们也可以说到之后他的一种严谨的科学方式呢 叫做呃 区域曝光法 呃 但是我们这里要讲到的呢 是他使用的这种小光圈来对景深进行表现的方式啊 我们说到F614啊 F614其实所象征的就是最小光圈的概念 我们在使用照相机来进行拍照的时候 呃 我们的光圈越小景深就越深 我们所捕捉到事物的呃 细节就越丰富 所以安塞尔亚当斯在使用大画幅相机来对风景进行曝光的时候呢 他就使用到了最小的光圈 所以我们在看他的照片的时候 可以看到呃 非常丰富的细节 以及远景的清晰啊 所以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景深是非常深的 同时呢 也可以看出他的照片当中的非常丰富的细节 那这也是F64所代表的一种科学严谨的拍摄的概念 这是安塞尔亚当斯非常著名的一幅作品叫做月深啊 他也是采用小光圈呃 F64这样的概念啊 极致的去追求画面的细节啊 将景深表现得非常的丰富啊 让我们可以看出景观当中的呃细节 以及啊这样的一些啊 山啊这个这个山头上的这样的一些呃 岩石的呃纹理啊都可以从这张照片当中反映出来 那么我们一些朋友其实平时也会拍摄一些景观照片吧 呃如果大家去户外进行拍摄的时候 我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参考安塞尔亚当斯的这样的一种拍摄方式 可以戴上自己的三脚架 把相机架在三脚架上面 使用最小光圈和非常慢的快门速度来进行对景观的曝光啊 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拍出啊非常这个丰富的细节啊 把景观反映的呃非常的呃具有呃这个层次感啊 以及啊非常细腻的画质 那么除此呃除了安塞尔亚当斯除了使用最小光圈来对景观进行拍摄之外呢 他还创造了一套啊曝光的方法叫做区域曝光法 这也是他在历史上的一大成就 那么区域曝光法啊他的一个整体的概念呢 是指在一张照片里面我们可以把啊照片当中的明暗细节分为不同的区域 那么安塞尔亚当斯的区域曝光法呢 就把啊照片当中的明暗细节分成了十一个区域 从零到十这样的一个过渡 那么我们看到零的部分呢就是画面中最黑的部分 而十的部分呢就是画面中最亮的部分 从零到十中间的呃这九个部分啊 就是九个不同的区域呢 象征着画面当中不同的明暗的变化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纯粹摄影的摄影师 已经把呃摄影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当成了一种科学来进行研究 而且呢也在不断的去呃对摄影纯粹的语言进行呃更多的探索啊 我们看到的亚当斯呢就是使用区域曝光法呃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摄影本质的语言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 将更加丰富的细节更加细腻的光影以及曝光的这样的一种呃方式呢 呃这个发展到了一种更加呃如何如火纯青的地步啊 也就是建立在呃纯粹摄影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 对摄影本身的语言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那么我们在今天呢也经常使用到一些呃不同的曝光方式来进行对呃风景的曝光 呃在今天呢我们经常使用到HDR呃高动态呃高动态呃高动态影像啊 啊以及呃延时曝光高反差高保增高保和以及高锐度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对风光啊进行拍摄 呃其实呢我们在数码摄影当中也通常受到了早期的这样的一些摄影师的影响 亚当斯的区域曝光法啊也对我们今天的数码摄影产生了呃非常深刻的影响 但是我们要知道如何去使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拍摄 我们的作品才不至于啊看上去非常的难俗啊 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风光照片呢 在网上啊以及在这些呃电视或者是媒体上面都看到非常多啊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样的一些风光照片有点难大街了啊 啊如果大家要更加谨慎的去对自己呃所喜爱的风光拍摄出自己的风格的话呢 我们也需要参看很多历史上著名的呃这个摄影师的作品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拍摄 所以学习摄影师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呃环节 我们要对摄影师进行深入的了解啊 才知道我们在使用相机来进行拍摄的时候 该如何参考大师的呃方式来进行创作 那么安塞尔亚当斯除了拍摄风光之外呢 啊他还拍摄了在二战时期的呃美籍日本人的集中营啊 我们都知道在二战时期日本和美国啊在太平洋战争上面进行了激烈的呃这个战斗 那么这段时期呢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啊 他们也受到了一些呃这个控制啊 啊所以呃当时的日本人呢被要求居住在集中营当中 呃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集中营当中的生活现场呢 呃引起了当时的呃摄影师的关注 想用这样的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去拍摄当时日本人的呃生活状况 阿尔塞尔亚当斯呢呃就拿起了他的相机进入到呃美籍日本人的集中营当中 对他们进行拍摄深入的去了解呃当时呃日本人的生活啊 呃他用人道主义的眼光去拍摄 并没有去反映呃美国当时的敌人日本人的一些丑陋的形象 而是以一种非常平等的呃非常人道主义的方式去记录了这些平凡的日本人 他们在集中营当中的艰苦的生活啊 啊这是安塞尔亚当斯呃所拍摄的一组即时摄影的作品 那么安塞尔亚和安塞尔亚当斯齐名的另外一位F64小组的成员 也是其中的一位呃发起人之一呢就是爱德华韦斯顿啊 爱德华韦斯顿啊爱德华韦斯顿的作品呢和安塞尔亚当斯就有明显的不同 爱德华韦斯顿啊他也是用大画幅相机非常精准的去拍摄呃他要拍摄的对象 但是他所拍摄的对象呢大部分是以近物和景观为主 那么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他所拍摄的一个近物 呃大家能够猜出来这是拍摄的一张什么呃近物吗 呃大家也许仔细观看会看出啊这是一颗青椒 呃这张照片的名字叫做青椒30号 呃他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内进行打光 把这张青椒呢呃当成了一个呃这个非常慎重的一件呃这个镜物来进行拍摄 把一件普通的事物进行了非常细微的曝光 最后出现了这种光影以及呃青椒表面的细节 其实有点让我们联想到人体摄影 或者是一些非常神秘的呃一种呃事物 让我们感受到青椒虽然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呃事物 但是在他的曝光之下显示出了这个青椒的一种呃神秘感 以及他的呃这个呃非常美的这一面啊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呃F64的摄影大师 呃他们并不是呃时常的去寻找那些宏大的事物来进行拍摄 爱德华韦斯顿就是对一些细微的平凡的事物呃抱有兴趣的一位摄影师 呃在他的相机下面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平凡的甚至不起眼的被人抛弃的这样的一些事物 都会成为他镜头下的一些非常有趣的呃是呃有趣的画面 呃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片呃这个白菜叶子 在爱德华韦斯顿的镜头下面呢这片白菜叶白菜叶子呢也显示出了他丰富的细节 我们看上看到这片白菜叶子的时候 有没有人啊联想到河流的这个呃痕迹呃或者是沙漠上面的呃沙丘的这样的一些痕迹呢 其实爱德华韦斯顿他想要通过自己的相机去细微的拍摄这样的一些呃平凡的事物 让其反映出啊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 我们在观看他的青椒或者白菜叶子的时候 也许也会联想到一些非常宏大的事物 啊这是他所拍摄的鹦鹉螺啊鹦鹉螺这这件作品呢也是他的一件代表作 啊如果我们到现场去看他的鹦鹉螺这件作品的时候呢 会看到啊这张照片当中丰富的细节 爱德华韦斯顿呢也坚持了他的F64这样的一个纯粹摄影的概念 用最小的光圈去拍摄镜物 让镜物尽量的体现出他最丰富的细节 除此之外爱德华韦斯顿还喜欢拍摄景观 但是他所拍摄的景观或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呃安塞尔亚当斯所拍摄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爱德华韦斯顿在他拍摄的沙漠当中 呃明显的呃是看到光影的联系啊 也就是他用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种光影的层次感来表现沙漠 让整个沙漠这张照片看上去像是一张抽象的绘画 所以爱德华韦斯顿其实也受到了当时的现代艺术的深远的影响 啊就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抽象表现主义 呃这样的一些画家的影响 在他的作品的表现当中呢 也嗯使用了这样的一种光影的对比啊 以及构图来进行啊对画面的处理啊 最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景观呢 呈现出一一副啊一种有啊 类似于抽象化的感觉 那么最后我们要看到的另外一位很重要的啊 F64当中的女性成员啊 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性摄影师呢 叫做伊莫金坎宁安啊 伊莫金坎宁安啊 也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啊 她呢呃一生当中也是呃 非常的坚持自己的纯粹摄影的理念 那但是啊她在拍摄的时候 她不限于自己的题材啊 不像两位呃呃这个F64的创始人那样啊 他们会把自己的镜头对准一些特殊的题材 来进行延续的拍摄 而伊莫金坎宁安认为 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捕捉到事物的美 坎宁安啊 她所拍摄的都是一些呃 daily life的东西 就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当中 所经历到的这样的一些事物 那比如说她所拍摄的这些植物 也许都是她自己家里边呃 种的一些植物 或者是她自己养了一些花啊 她把这样的一些平凡的日常生活啊 使用呃非常严谨的呃摄影方式来进行曝光 同时也坚持了纯粹摄影的概念 以及F64这样小光圈的概念 去表现平凡事物当中的丰富的细节 她也非常热爱拍摄人物啊 她当时呢是生活在旧金山啊 旧金山啊是一个非常文化多元的地方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信仰东方宗教的人士啊 这幅照片呢就反映的是呃当时的一些呃信仰佛教的呃这个呃美国人啊 啊他们在山里面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现场 那英莫金卡林安呢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用他最细腻的方式去捕捉了这群影视的面孔 那么我们看完了以上的F64小组的大师的作品之后呢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F64是纯粹摄影的升级版 他们更加的追求精致的曝光啊 就像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安塞尔亚当斯的作品那样 他使用了区域曝光法来对照片进行科学和严谨的曝光 同样呢 F64也是将科学与美结合起来进行摄影创作的一个完美案例 我们都知道相机是呃这个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 它集聚了呃这个机械性与科学性 那么艺术家将相机呃 呃与他们的美学概念结合起来进行创作 使用纯粹的摄影语言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表达 这也是将科学与美结合起来进行表达的一种方式 从F64开始呃 人们意识到摄影并不是机械的复刻 而是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 那么有了F64这样的一群啊 科学严谨的艺术家 把自己的艺术概念贯穿到自己的摄影作品当中之后呢 人们开始逐渐的意识到摄影术啊 并不只是对啊这个油画的复刻或者是对现实的一种复制和捕捉 而是呃集聚了艺术家个人的理念和审美概念来进行创作的一门独立的艺术门内啊 所以这个时候摄影的一个艺术地位就得到了确立 那么我们这里还要提到一所百年老校啊 这所学校的名字叫做旧金山艺术学院 呃简称叫SFAI啊 这所学校的案房呢是由F64的领军人物安塞尔亚当斯所建立的 但是可惜的是这所百年老校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在去年的时候呢这所老校已经宣布了倒闭 至于什么原因呢 呃我们这里呃也不给大家呃详细分析了 总的来说呢 这所老校他的这个案房是由F64的呃这位大师安塞尔亚当斯所建立的呃 这所学校的遗址啊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了解F64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啊 可以通过这所学校去了解当时F64在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发展历史